他那儿还有没有我们的内线 有 但都暴露了 都到了独守 照这么说 我们对公署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就让他这样的逍遥下去 你刚才失态了 我当众失态怎么了 就得逼 你等着看吧 很快就有对付公署的办法出来 你是说韩冰吧 我不说他说谁啊 他是我们的女诸葛 孔明张嘴记上心来 说起咱们那个女诸葛啊 我的面子还不够大 又有件事啊 还真得您老人家亲自出马 什么事 老颜托我的 是关于小韩的 关于小韩 找我干吗 直接找小韩就不是完了吗 别饱汗的不热汗的鸡 你是有家有业了 就不替人老颜想想 这个园农啊 这个园农啊 眼头高 有追情 可是 现在世界上 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没有神贤皇帝 一切要靠他自己 让他自力更生吧 你不赞成啊 我也不反对 在我看来 这个老颜啊 就是长期做城市地下工作的缘故 多了小行警斋 少了风风火火 还是因为没有在枪林弹雨中钻过 你倒是在枪林弹雨里钻过 那又怎么样 你无事不孝白负 你都忘了吧 你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不是也不敢心思出马吗 什么事情都让参谋代劳 你 让参谋替你写情书 有这事不 替你写情书 替你约会 替你送礼 来来来 结果怎么样 一来二去 连女方跟参谋好上 袁隆同志也是死过一次的人 离山城解放还有三天的时候 国民党反动派 在渣子洞看守所秘密屠杀政治犯 老袁就是一一二七大屠杀的幸存者 你跟着俄罗信工作室 没救谁 我看 我看见你 你不肯定能够 你不肯定能够 我肯定能够 你不肯定要前面 你什么好 你肯定웠了 我肯定要防装 这进城的路啊 都让共军给封锁了 我派了好几个兄弟 全都无功而返 还差点让人抓住 丢了性命 尚风要咱们军统和中统 联络的计划 我觉得不叫火烫 共军明摆着 是要将咱们哥哥击破呀 你说说 我们的人死伤惨重 中统倒躲起来了 他们看不出来啊 共党才不分什么中统军统呢 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把国民党留守将士 全都赶尽杀绝 中统他们个个王八蛋 整天就琢磨那点油盐将冲 上不了台面 要不是大敌当前 谁愿意跟他们合作啊 联系不上也好 也不见心不烦 台湾当局也不能说 咱们违抗军令 这六哥再多好 凭他的本事 肯定能把共军 还有中统耍得团团团 还有六嫂 他是中统的人 好歹算有个熟人吧 可是我们不知道 六哥的唤醒方式 我在电台里边多次 向台湾保密局求主 他们总是闪烁其次 顾左右而言他 从来不正面回答我 都不知道这些老板 都怎么当的 都在想什么 你说当初哪怕有一个人 站出来说一句话 六哥都不至于走了 六哥是自己要走 这人要是心灰意冷了 世上的一切 都是过眼女瘾 你再跟台湾联系一次 看看有没有可能 找到六哥 行 死马当火满意吧 发完报之后啊 让弟兄们赶快转移 这个农舍小院 咱们都来了三天 子弟不宜久留啊 共军的电台测响车 跟盯贼似的盯着撒门 还有 在门口埋上地雷 一旦共军上门 咚 咱不能让他白来一趟 这段重要的女孩 不就不想让他 衣服 把这艺艺艺并 帮我一提 谁 疯狂了 我 只有这艺艺艺艺的 居定要找的 帅领他的儿子们 用锄头挖掉这两座高山 这时候 一个叫智嫂的老头 看见了发笑 他就对于公说 你们这样的行为未免 太过愚蠢了 你们父子庶人 要想把这两座高山挖掉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于公回答 我死了之后 还有我的儿子 我儿子死了 还有孙子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山势高 可是山不会再增高 挖掉一点就会少一点 怎么会挖不平呢 这个愚公坚定不移 每天上山挖山不止 终于这件事情感动了上帝 上帝就派来两个神仙下凡 把这两座山给背走了 共党的毛泽东宣扬 在中国人民头上 也压着两座大山 一座叫封建主义 一座叫帝国主义 他决心率领中国共产党 也要挖掉这两座大山 他们坚持不断地工作 他们也感动了上帝 但是这个上帝不是别人 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一起起来 跟他们一起来挖掉 这两座大山 怎么会挖不掉呢 就是因为国民党人 没有坚持 没有不停地工作 所以想要挖掉 自己面前的大山 无论如何是做不到 国民党人也不相信上帝 这个上帝同样不是别人 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开枪 上 谭部长 公叔又跑了 临走前还在屋子门口 埋了两颗地雷 我们两名战士牺牲了 什么 公叔再次消失 去向不明 这手下也搁奔东西 他能有啥阴谋 什么阴谋 这不是明摆着 想要和内调局会合吗 那既然这样 他干吗要消失啊 把人集中在一起 目标太大 换作是我 也会化着为零 分散对手的注意力 给对手造成大炮打蚊子的 被动局面 他也知道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我早说过 公叔不等同于一般的特务 他既然想好用这招来对付我们 那说明在他心里 已经有了五成的把握 五成 才五成他就感冒险 那剩下五成呢 赌啊 没什么可奇怪的 别忘了在陕北刘嘉岭的时候 他就是用命赌 闯出了地雷阵 他就是个二杆子 你确定是在这街头啊 前两天有颗登文 都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你记不记得 共产党的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那个中统的严额 跟死去的田湖如出一辙 都是人家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看这个论持有战的 我不愿意把它看成是个政治主作 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个军事主作 跟那个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啊 有得一比 本中阐述了 当我方弱于地方 或者是环境不利于我方的情况下面啊 一定要采取持久战的策略 用此策略 必胜 一定要杜军投降论和苏胜文 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这两种论调都不切实际 容易导致失败 没想到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理论 用于我们国民党的今日 倒也贴切 那个人啊是个联络员带话的 他说在这儿就能遇到炎鹅 那你就把大伙领到这儿来了 他万一要是共党的便衣呢 我赌他不是 那万一要是呢 我不信我运气这么差 咱们本来人手就不够 你这一分散岂不够糟啊 我们这些个人里头 往好了说 一条祸龙 一决是宠物 大敌当前 谁还有心思窝里反呢 你没心思反 那不代表别人没心思反呢 共党在优待俘虏的名单上 可没有你我的大名 那些个 对本个共党有着深仇大恨的人 一听到什么弃暗投明 既往不休这类宣传的屁话 基本上连枪都拿不动了 生死面前 称家离魁 一目两刃 别说那些没用的 现在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 这几条枪 就算跟别人中统会合了 还不让人消掉大哑啊 你以为我愿意啊 要不是军统的联络站 让公军一个一个给端了 我也不愿这么做 让人消化也没办法 谁让一个好段段的政府 让那些世卫素三的 行尸走肉给败坏了 行了 行了 有人打算啊 打持久战 不投降也不妄想俗胜 折服以待时机 所谓水能载咒亦能覆咒 我劝你啊 别做空想理论家了 还是想想我们野田吧 不管共产党的日子以后 有多么地难过 至少当下是让我们生死两难 对于你的理论啊 我更相信我的命血 你知道国民党 为什么会失败吗 那是因为国旗出了问题 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不就象征着 国民党要被共产党包围吗 如果把国旗 换成国民党党旗 全是青天白日 把满地红缩成一个小红点 放在正中央 那共产党 就会被我们全部吞并 何至于让江山改其意志啊 你是炎鹅 你真是炎鹅啊 你不认识啊 她在延安 是扮演白毛女的 延安 对 延安 当年可是多亏了 我再把电台给转移出去 要不然 我和六哥 都被公军人仓俱获 根本出不了山北 他应该算是我的 救命恩人 不稀罕 是 看来你不光会扭杨哥 回到山城 跟着中途没白混了 连临死拉个垫背 都学会了 你想跟我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谁想跟你同归于尽 于死网破 撒泡尿好好罩着自己 不好意思啊 早知道你这么雷性 姑奶奶就不来了 算了 算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需要势 没关系 李夏于人必有所求 人家中途 可是来跟咱们会合的 公叔 你恩将仇报 见面就开始羞辱姑奶奶 这笔账 该怎么算 谁让你鬼鬼祟祟的出现呢 你要是事先打一个招呼 能扭了你的小男腰 和你打招呼 你要是那么容易被找到 那贡君不早把你给收拾了 你还能活到今天 再说了 谁知道公叔就是你呀 那我也不知道 炎鹅就是你呀 我说你们俩算了吧 怎么着也算是他乡遇故之王 高兴点 贡君查这么严 你怎么出来的 被端掉联络站的 又不是我们总统 我说的是实话 瞪我干吗 你们人呢 就这三五个毛人了 人傻怎么了 兵不在多在于京 不能反共救国吗 就你们这几头烂算 还想跟人家几百万的解放军叫嚣 勇气可嘉 你什么意思啊 老鼠想跟大象斗 佩服 打不过共党 我还死不过共党吗 公叔不会乖乖伸着脖子 等着我们下刀的 还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没有了 据周日前说 国民党军统曾在解放前 秘密销毁和一批绝密文件 这其中就包括政要先的 还有一部分公诉的 听周之前说的 他号称是山城警察局的 档案管理员嘛 我问过其他的国民党留守人员 普遍的反应 他平时工作勤勤恳恳 就是不爱跟人说话 就连娶媳妇这种事 都办得简简单单不声不响 周围人是一下子才发现 人家都过上日子了 连娃都有了 邻居们很少见他 你要不问的话 都不知道身边还有这么一号人 这就是职业特工的特点 掉在人堆里你都找不着 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 别看他平时不爱说话 真要朝气急来 能把你顶床里递去 蔫驴踢死人啊 国民党山城警察局 原来有个处长 就受过这样的亏 看他老实 想惦记他媳妇 后来你猜怎么着 没过两天 那处长的媳妇 反倒被卖到窑子里去 更离谱的是 这周知前当面 当当那么几句话 把这处长 就说了半身不随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尿炕呢 问没问过徐白川 中药先的体征 问了 说正药先胸前有十七道吧 查没查过周知前的 在部队医院刚检查的 不过 不过什么 这他胸前可不止是七道吧 鬼子六胸前的是点状吧 可周知前的 简直都连成一片了 这个鬼子六是煞费苦心 想把自己伪装的脚指头上去 我看要是有可能 他都会去做整容 川岛方子 当时为了完成一项任务 专门回日本做了整容 周知前自己说 他胸前的巴 是抗战的时候 让小鬼子汽油弹给烧的 去南京外调的同志回来了吗 回来了 当地的民政部门讲 孤子庙一带 确实有一个叫周知前的 不过抗战一爆发 人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他的亲戚 家人 父母什么的 都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光了 就在昨天 他向组织提交了一份思想报告 没看出来 这个周知前在政治上 还是个投机分子 我听说他最近切火得很 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 说怕组织一旦不要他了 他没了这份工作 没了工资 他自己还有残疾 养不起老婆和孩子 老周 这晚上是要加班 晚上有重要的同志 要来提看答案 我这晚上没带晚饭 不会太晚的 你先再说 别人 我记得 你不给人感动 你是不是 我要去 我 还 那你帮我来 爸我傻子说谎 他说什么谎了 他打电话给人说我病了 我没病 他骗人他是个骗子 不是 爸爸不是骗子 来 跟小老虎玩 山城附近驻扎的 是共军二爷 最精锐的部队 为了围剿我们 他们连韩战都没去 谢谢您给指点迷惊啊 可这些我们都知道了 您能说点 咱们不知道的吗 有一件事情 你不觉得奇怪吗 愿闻其详 为什么每次倒霉的 都是你们军统 那是人家共军 叛逆我兵和一处 等灭了我 你以为他会对你心思手软 如果共军对付不了你公术 还会有心思对付我严格吗 你什么意思 让我牵制共军 给你当替死鬼 公术 大敌当前 你我两家应该近视前嫌 否则 被共军抓了去 那断头台上跑不掉我 也少不了你 我没工夫跟你扯闲片 你到底什么打算 在山城潜伏下来 跟共军他们 好好玩玩捉迷藏 废话 我要是能在城里待得住 我跑这深山老林里来干什么呀 你明明知道保密局的那个联络站 一个一个地让共军给端了 还那刀子往人心口上炸 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为什么内调局平安 而保密局却频频出事 你又想说军统无能 是不是 我是想说你们军统有内鬼 屁 而共南可说了 是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 创造了奇迹 这都是宣传 哭奶奶当年在延安 从事的就是宣传工作 共党的一朝一室 我全清楚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让我说什么 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兄弟们进了城 睡大街上 不是还有内调局的联络站吗 你说什么 用你们的 咱们不带这么开玩笑的 谁跟你开玩笑 你的特长是搞情报 带兵打仗 那叫不务正业 驴唇能对得上马嘴吗 我能吃几碗干饭 不用你帮着说 那中统的人 能听咱们调派吗 你把我当成那个 缺心眼的骡子了吧 我想你也不是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大敌当前 如果咱们不京城 合作 那大家唯有死路一条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 跟我争什么中统 军统 高 高 实在是高 公叔啊 看看别人内调局的这气魄 咱们呀 就别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公叔 你要还算是个 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就快点给句痛快话 我答应你 不过我得丑话 可得说在前头 但是咱们合作 谁说了算 你说了算还不行吗 要论搞情报 有谁能比过你 就算在中华民国 又有几个人能降得住你 你说了算 宁娥 你们有电台吗 没有 我们有 以后我们可以共用 京城合作嘛 不分你我 儿子 这不是九六之地 你住香 看来不虚传 走 现在就走 等等 团结就是力量 其实 郑耀仙太需要 这样的加班机会了 他可以避开众人 在浩瀚如海的资料中 寻找一份份 国民党特务密档 它是一支断线的风筝 当年隐姓埋名 并成为山城 国民党警局的 档案管理员 也是考虑 利用职业之变 能从原始档案中 找出影子的蛛丝马迹 可遗憾的是 契金也毫无头绪 影子就像他一样 为达到某种潜伏目的 不惜隐藏 毁灭了自己 真实的一切 好 二位是来调看档案的 重要同志吧 崔科长 吃饭去了 怎么不开大灯呢 省电 灯绳在那儿 灯绳在那儿 我去倒水 别忙了 你腿脚不方便 我们不渴 我们等崔科长回来 你忙你的吧 好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谁 这男女有别 明天 你老是这么看着我 我不好意思 脑袋里想啥呢 赵小仙 叫你呢 叫我 不叫你叫谁 我叫周志浅 周到的周 志去的志 乾坤的钱 你不叫周志浅 你的真实姓名叫郑要先 一九四六年春天 你还来过陕北解放区 跟韩科长还有我 这都是老相识了 才过去几年啊 老熟人见面 就装不认识了 这忘性也太大了吧 二位同志 这可开不大玩笑啊 你们 你们不是把我 往火坑里推吗 我是周志浅 生下来就是 我怎么能成郑要先了 我们本来是来调党的 可得知郑要先的档案 没了 所以现在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郑要先的档案重建 就由你来完成 是 不咋了 我们不等翠科长了 你也赶快回家吧 听说你女儿病了 昨天请了一天假 对吗 谢谢组织关心 二位同志 我实在是想问问 你们为什么说我是郑瑶仙 他可是 要被人民政府枪毙的通缉犯 既然你是周志全 你怕什么呀 我是周志全不假 可你们刚才 说我是郑瑶仙啊 是不是我跟他长得有点像啊 因为解放前 我在警察局 看了好多档案 那档案里边 没有发现郑瑶仙的照片 连张合影都没有 不过警察局里 有个警察跟我说 好像我长得 有点像郑瑶仙 这个警察现在在哪里 他叫 他叫莫少群 福建近江人 山城解放前夕 他去炸飞机场 结果被解放军当场毙了 你放心 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保证 我不是个坏人 安哥长 咱就游着他满嘴和火车 假吃布甸 是鬼子溜的一贯戒梁 摆明了自己是谁 想要抓到他的把柄 先把你气得是 气窍生烟 然后累个半死 最后无功而返 要我说 咱别费那些 直接抓人 他狡猾得就像一只老鼠 谁有那闲工夫 跟他绕来绕去的 现在全国都解放了 当家作主的是咱们自己 怕啥 谁敢说闲话 今天的情形和当年在延安 简直是异曲同工 摆明了他要干什么 你却偏偏动他不得 但是越是解放了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在这片土地上当家作主 越是不能被别人妥疾粮谷 这狗日的鬼子溜 这招还让他玩出水瓶了 怎么啦 您 您都没机会儿 您你怎么会儿 您才不得儿 您这儿 您这儿 您要不得儿 您这儿 您要不得儿 您再快乐 您这儿 您带您了 您的irt心 你把我报到台阶市 这样就能早点看见爸爸回来了 好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没事 爸爸回来了 妈妈 我看见爸爸了 爸爸 爸爸 饿了 饭好了吗 好了 来 让一让 来 有费劳病人 让一让 有费劳病人 让一让 来 快让一让 让一让 有费劳病人 让一让 快点 快点 来 喝点水 我去安排一下 我要去再渴下去啊 真就是废劳病人了 要不这样 我们怎么混进城啊 这一路上 就看见三张 贴着你大作像的 统计布告 怎么样 一队被分散的人 就都被捕了 二队下落无名 估计也是兄弟几少 那三队 四队的兄弟们呢 大部分向宫军自首了 少部分在中统的帮助下 正让陆续前回城里 我龚某人竟然混成这样 逃犯都逃到仇家的屋檐下 兄弟们离开也实处无奈 跑死不如赖活着嘛 一个人要活下去 总得给自己找条路 共党没有放出话来 要怎么处置我吗 他们让你认清当心兴事 放下福气 不要再继续比人民为敌 没提什么宽大出零 就说写从不问 写从不问 写从不问 小汉 我们真得好好学学人家共党 你看看人家 这政治公事 是他们怎么玩的 您知道我不会投降 也不费那没用的拓网 依据不要与人民为敌 既显示了当权者生杀与夺 不可一世的强硬态度 又直接告诉民众 我攻术 就是他们的敌人 我会冤愤以为 全中国最厉害的武将都跟了共党 黄埔军孝能打的战神 全在陕北喝黄土 现在看来 最有才华的笔杆子 也投奔到共党门下 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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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科长让你去趟他的办公室 韩科长 是一位女同志 刚从北京来的 你那天加班的时候不是见过吗 还有一位男同志吧 对 快去吧 好 怎么了 我不敢去 这有什么不敢去的 他们一上来就说我 说我是郑耀仙 这我是周志全 我怎么能是郑耀仙呢 谁敢是郑耀仙 那抓住 是要给枪毙的 说你是郑耀仙 是不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像啊 崔科长 我最近 翻看了好多 国民党军统的密档 就是想找郑耀仙的照片 可是哪儿都没有 我也想搞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崔科长 您可得替我说几句公道话 这好不容易挨到了解放 劳动人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丢掉这份工作呀 如果我这工作丢了 我老婆 是会给我离婚的 她已经放出话来了 她那个人说到做到 她 人年轻 人年轻 样子又好看 她 她不愁找不着人 您 您看看我这条件 我如果再想找个像样的女人 一块儿过 那可就难了 你还是先去吧 不会有事 这样 我当你的证明人 你的几分思想汇报 我都看了 还比较深刻 没什么原则问题 你积极向组织靠拢了我 工作上任劳任悦 旧社会的事 就让她过去吧 我谢谢组织 也谢谢崔科长 进来 第一个 听说 他在 q 像这样的门 我 坐下 聽説保密局 留在山城的舊檔 你都看過了 那麼公訴的檔案 你一定也了解了 略知一啊 你也知道了嗎 說說你知道了吧 公訴生於一九一八年六月 抗戰爆發以後 他從燕京大學輟學 參加了軍統 在林林舉辦的特訓班 是大特務 鄭耀先的得意門生 他對鄭耀先很忠心嗎 這個不是什麼秘密 當年中統要在 扎子洞看守所除掉鄭耀先 還是公訴帶人幫他去解的為 公訴冒著被處置 丟命丟官的危險 躍擊調動了軍警線力量 才使鄭耀先突出重圍 從此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你對公訴很熟悉啊 我對他的熟悉 所以也只是停留在紙面上 是嗎 林里特訓班 總教官是徐百川 鄭耀先當時只不過是 掛了一個虛名 如果你對公訴不熟悉 你又會怎麼知道 他是鄭耀先的學生呢 鄭耀先跟徐百川提起過 公訴是他最好的學生 如果不信 您可以去查閱 徐百川的檔案 我不必查看 徐百川的檔案了 他已經被捕了 祝福無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